詞曲 李宗盛 不知道愛在那個曖昧不明時 其實是最美的 真的 三位有在這種時期 就是暗戀的時候做出什麼舉動 去增進彼此的關係 我覺得導演通常都很有才華 會不會用一些更浪漫跟更感性的方法 多早機會出現在他的眼前 那叫我想問 我知道導演的太太是個刺青師 你有因為這樣所以這樣嗎 你有沒有看到他自己特別多嗎 你有一直去找他刺青 對這是愛的刺青 就是 你是為了想要激進他所以一直去找他 不是 這已經是大道了 當然一開始就會跟他說 我最近好像蠻想刺青的 然後就藉此 我們可以多聊一點 還好他沒有拒絕你太久 不然你在全身都是 可是應該算是因應不同的對象 用不同的招 但是我覺得現代人八九不離十 就是那種 你一定會去按讚對方的貼文 或是說會留言 對就是你會表現你關注他 或是說欣賞他 我覺得我蠻自在表現我欣賞對方 你會很大方 但是我覺得我好像不會讓他那麼清楚說 我是喜歡你的欣賞 還是我覺得你很棒的欣賞 不明說 對有時候會表現的一副 其實我是對你朋友的欣賞 但有時候會突然 弄得有一點像是 還撩人家 對對對 有一點像是想要在一起的欣賞 因為我覺得那個不清楚人家會 因為任何人被欣賞一定都是開心的 可是有時候如果是想要在一起的欣賞 有些人會有壓力 你要提供一些想像 對 像放風箏應該有時候記不做什麼 一方面你也在試探嗎 對 因為女主角在戲裡面是飾演一個 可能很喜歡算他或是 對 那我這次就是用一個像 擠不賽的一個概念 那下面這個杯墊呢 它是答案之書 就是 如果說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就是 手按著一起 心裡面默念他的答案 翻了那一頁就是他答案 喔 要問他問題就對了 對問他問題 感謝Alan 謝謝慢用 謝謝 答案就說你好 我是陳瑜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這部電影 在八月二十號上映 冷靜 冷靜來講誠心 誠心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這部片 會讓投資人賺錢嗎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這部片 會讓投資人賺錢嗎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這部片 會讓投資人賺錢嗎 請你告訴我答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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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已成事實 這是穩算的啦 已經算了 恭喜恭喜 導演真的笑了 對 嚇一跳耶 我真的覺得很棒 對 我們今天就在這麼棒的答案當中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了這個結尾 而且我看到導演的笑容 是 剛才真的 你這樣一看他這個起伏 真的滿大的 喔 喔 我